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接着讲 《西伯来书》的第十一章 我们讲过《西伯来书》 十一章一直是在讲信心伟人 有一个信心伟人的排行榜 我们看到了 前面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不同的牧师 我们讲不同的这些个见证人 从亚伯开始 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孩子 该隐亚伯 然后到后来以诺 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 然后被神接去 没见死 对吧 那还有就是挪亚 上个星期 李牧师给讲挪亚方舟的故事 刚好这个星期 我给小朋友上中文课 也讲的是挪亚方舟的故事 带来了和平 因为只有在神的这个方舟里的 就能有和平 就能有生命 今天我们进入第四 第五个 看到了亚伯拉罕和撒拉 这个名字我们熟悉 我们招牧师的英文名就叫 Abraham 然后我们招师母 英文名叫Sara 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每周都可以看见 好 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故事 一定要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对圣经有多熟悉 亚伯拉罕是信心伟人 他也是信心之父 他也是以色列人的先祖 我们信耶稣的人 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亚伯拉罕我可以多说几句 他不仅是以色列人的先祖 他也是阿拉伯人的先祖 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 大概有八十亿人口左右 对不对 但是你们知道 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多少吗 除了犹太教的 这没得说 以色列 对不对 还有信基督的人 信耶稣基督的人 这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那现在全球 大概信耶稣的 包括基督新教 天主教 东正教 大概有二十五亿人左右 那还有 信穆斯林的 穆斯林信这个阿拉的 对不对 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因为是以色列的后代 现在大概全球有二十亿左右的人 所以加起来你们看 有三分之二的人 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全球 但是亚伯拉罕 他还有一个名字 神给他改名字叫亚伯拉罕了 他以前叫亚伯兰 那沙拉也是神 赏赐他名字叫沙拉 在那之前叫沙莱 为什么改名字 后边我会讲 好 今天我们就讲信心伟人 亚伯拉罕和沙拉的故事 他们是一对夫妻 那经文呢是在西伯来书的 十一章八到十六节 按照惯例 我们来到神的殿 我们先读神的话语 我们怀着恭敬的心 因为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 神的灵就在我们中间 神的话就是神的灵 让我们活着的是神的话 我请大家起立 我们来一起攻读 这几节的经文 并不长 孩子们都大声点 好不好 你们的普通话都很好 我们来一起读 西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六节 一二三 请起 因着信 亚伯拉罕在蒙昭的时候 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唯业的地方去 他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因着信 他在应许之地寄居 好像是在异乡 与重受同样应许的 以撒雅各一样 住在帐篷里 因为他等待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设计 所建造的 因着信 甚至撒雅 他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 还是能够怀孕 因为他认为 那应许他的是信实的 所以从一个好像已死的人 竟然生出许多子孙来 仿佛天上的星那么众多 海边的沙那么无数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了 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只不过是从远处看见 就表示欢迎 又承认他们在世上是异乡人 是客旅 因为说这样话的人 是表明他们在寻找一个家乡 如果他们怀念已经离开了的地方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但是现在他们所向往的 是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 所以神不以他们称他为神 而觉得羞耻 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阿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学习 信心之父亚伯拉罕 和应许之母撒拉的故事 学习他们的信靠 顺服和对更美家乡的盼望 求你也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也可以从远处望见 你给我们预备的那座城 感谢赞美主 我们如此感恩祷告 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大家请坐 我们先讲亚伯拉罕 他是信从神的呼召 第八到第十节 主要讲了这段事情 第八节说 因着信 亚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 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业的地方去 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这个很奇怪 他去的时候都不知道往哪里去 我想大家经常出门 在这里头土生土长在美国本地出生的请举手 我还眼看去好像我们这里坐在这个堂里边的所有的人好像都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 本土长大的都是从外边移居过来的对不对 好 你来的时候你买了张机票是不是有目的地呀 你知道吧 我知道我们所有的人从外地移民 不管是香港的大陆的台湾的马来西亚的各个地方移民过来的时候 你买了一张飞机票 我奔着美国来了 好多同学也都是今年刚来 对吧 好 爸爸妈妈买机票是不是直接给你买到SFO 对吧 旧金山机场 到这来有CCA的老师接你们 我现在还记得 Tobi和Henry来的时候 是我们会典教会的同工帮忙去接 我刚好就接到他们哥俩了 对不对 还记得呢 他们还记得呢 好 我们都知道去哪里 对吧 但是亚伯拉罕不一样 神呼召他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去哪 但是他信从神的呼召 所以 讲亚伯拉罕受神呼召的经文 大家去读创世纪 在创世纪的十一章的结尾 开始讲闪的后代的时候 就提到了亚伯拉罕 神其实有两次呼召亚伯拉罕 第一次呢 是在 他们住在迦勒底的吴尔 神呼召他 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 但是在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看不得那么明显 但是如果你读新约 《使徒行传》的第七章 那时候司提反 在众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 司提反说的那段话 我们可以揣摩到 我们可以知道这段信息 《使徒行传》第七章二节那里说 司提反说 诸位父兄挺听 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在美索布达米亚 还未住哈兰的时候 荣耀的神向他显现 对他说 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 往我索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这是神第一次呼召 还没有住哈兰之前 那第二次呼召呢 就是在创世纪的十二章 一节那个地方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往我索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神指示他 要离开自己的本地 本族和富家 去往神让他去的地方 但没有明确说去哪 没有给他指明地 但是他去了 亚伯拉罕的行踪路线 如果在这个图里 我们可以看到 迦勒底的乌尔在这个地方 在今天的伊拉克 在如果是离创世纪 那个一点园的地方比较近 然后第一次呼召 到了这个哈兰这个地方 他父亲 还有他的兄弟 拿赫 还有哈兰的儿子罗德 都跟着他们一起去了 但是罗德的父亲 是死在乌尔这个地方的 死在他父亲之先 塔拉之先 好 他们住在哈兰这个地方 之后第二次神呼召他 然后继续走 他们就走到了迦南这个地方 好 因着信 他在应许之地寄居 在这个迦南地 他们是支搭帐篷的 然后没有土地 那些个地方已经被迦南人给占领了 那他的儿子以撒 还有雅各 我们都知道都是放牧的 都是住帐篷的 对吧 因为他们都在等待 一座有根基的城 是神所建造的 这个城是什么 我到后边会说 那我想先跟大家分享 亚伯拉罕受神的呼召 他信神 我想问大家 在这里头 信神的请举一下手 信神的请举一下手 感谢赞美主 大部分都信神 感谢赞美主 但是我发现还有没举手的 所以呢 今天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 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动 我本来跟赵牧师 去他们家 我每次讲道之前 都请教牧师师母 然后我们研讨这段经文 得到一些信息 之后我还继续祷告 因为牧师每次都嘱咐我 你回去祷告 因为讲道 不仅有讲的人 有听的人 更有圣灵的参与 我就祷告 祷告 有一天我下班 从这个 Berkeley回家的路上 祷告我说 我讲什么呢 这段经文 一直在讲信心之父 亚伯拉罕和撒莱的故事 也非常让人耳熟能详了 神就提醒我 他们是什么 是信心伟人 他们信什么 他们信神 所以 有很多的人 还不信神 我们在座的 大部分举手了 你信了 你受洗了 恭喜你 但是我们离开这个教堂 有多少人还不信 据统计 在湾区的华人 人数很高 对不对 但是信神的人 信耶稣的人 来教会的人 不足百分之五 所以有众多的人 还不信神 亚伯拉罕信神 他有信心 他不是信自己 他不是信金钱 他不是信哪个王 他是信的神 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 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八到十六节 对不对 但是前边六节的时候说什么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所以圣灵感动我 说你要去把这位神 介绍给你的听众 因为今天我们本来期待 有八九个学生来的 结果这些小孩 因为不信神 对吧 言而无信 今天来了四个 但是 我知道Teres还没信神呢 然后我们这个信息 还可以继续放YouTube 给那些个在网上讲 所以我还是要继续讲 亚伯来汉信神 神亲自向他讲话 耶和华对亚伯来汉讲话 那他也听从 耶和华神的话 可是你就要问了 我也信神 神怎么不跟我讲话呀 我也想信神 我怎么看不到他 摸不到他 经历不到他呀 有些人愿意来教会 感谢赞美神 但是迟迟下不了劫心 说我受洗 我来上这个101的课 为什么 说毛老师 你给我一段时间 因为他还没有经历神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讲一下 亚伯拉罕是信神的 对于每一个人来讲 我们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你就信有神 信万事万有 都是源于神的创造 我们人也是 我们有神赋予我们的尊贵的身份 而且我们有永恒生命的意义 我们以前讲过 人和动物最本质的区别 就是生命有目的 有意义 然后我们可以享受神永恒的爱 这是一个选择 相信有神 另外大多数人 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人 多年无神论的教育 他们相信无神 我以前也是 其实我信主的时候 已经年龄不小了 我具体不说几岁了 无神会是一个什么状态 相信万有存在 纯属偶然 人没有被造 因而没有价值 就像动物一样 只不过是一个高等动物而已 跟动物没有区别 人生没有意义 没有道德的标准 你对 我也对 你好 我也好 相对主义 没有道德的标准 也没有意义 活一天 算一天 而且 逝者生存 终将死亡 逝者生存 是什么意思 物竞天择 对不对 很多人我们都受的进化论的教育 那就拼 那就抢 弱肉强食 你不抢就没有机会 所以有这种观念 有这种价值 生活出来的样子 你不敢去爱 大街上倒一个人 你不敢去服 有可能是碰瓷的 有可能你就遭了灾殃了 就是这样子 你的爱心 你想有爱心 可是 人的就借用你的爱心 这是无神 如果没有神 没有神的绝对标准 逝者生存 活一天 算一天 好 到那日子的时候 死了拉倒 一死百了 只有两个选择 你怎么选 我现在信神了 我们现在在座的大多数人都信神了 还有不信神的 我们给他们几个证据好吗 第一个证据 宇宙有起点 指向一位创造者 我们都学过物理 对吧 有很多的物理常数 对不对 然后我们一直在探究 宇宙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愿意相信科学家的话 学生们都愿意听老师的 这是好事 因为老师教你的 老师比你先学了 对不对 好 我们愿意相信科学 但是科学 科学的研究证明 现在有一个宇宙大爆炸的理论 对不对 宇宙有一个起点 但是这个起点是从谁开始的呢 其实早在创世纪的第一章 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了 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个是宇宙有起点 它指向一位创造者 还有 我们学物理的时候 有很多的物理常数 对吧 宇宙不仅是神创造出来的 而且有精密的秩序 不管是天体 宇宙天体的运动 还是小到一个量子 在这个我们看不见的 这个非常非常微观的 这个世界里 也是有一位精密的精调者 那这些个物理常数 有的都是十的几十次方 如果你差一点点 今天的宇宙不是这样子 没有生命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在这里 能安静地听到 能够享受这个和平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同感一灵 今天的敬拜 敬拜这个诗歌 第一首就是这个 对不对 精调的宇宙 指向一位精调者 就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神 诗篇十九篇早就说过了 诸天诉说神的荣耀 穷仓传扬他的手段 昨天CCA的那个学生 Jack Chen跟我一起做这个 做这个volunteer去了 在这个中文课上 非常感谢神 这些中学生 这helper 非常非常的helpful 非常有帮助 感谢赞美神 那我知道 上次的时候 Jack和这个 Wendy阿姨和这个Aaron师母 讨论呢 我们都吃饭等不及了 他们还在讨论 这孩子真的是很有思想 我问他 我说你相信有一位神吗 我本来期待他今天来 我本来想象着 他说不信神的 结果他怎么跟我说 他说我相信 他说凡有点脑子的 愿意想想的 都会知道有一位神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神 为什么 因为神造这个世界万物 早就显明 有一位 创造宇宙天地的主 刚才说到 宇宙的起源 还有生命的起源 你我 都是活生生的 对不对 生命的起源 我们以前 学生物的时候 学什么 哦 有一个原始汤 对不对 在那个没有生命之前 然后就怎么那么凑巧 哎 合成了一个氨基酸 啊 怎么氨基酸 怎么怎么 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作用 哎 合成了一个 有生命的细胞 但是今天 生命科学 发展到今天 我知道 艾尔萨一是学生物的 啊 一会儿我们下课 可以跟他探讨探讨 以前是不是 原始汤的这个理论 生命的起源 但是今天 发现DNA DNA是什么 里边有很多的信息 DNA不仅是一个物质者 而且它是一个信息 信息携带者 好 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DNA 单细胞的生物 就有16万个碱基队 非常非常的复杂 所以今天没有人 能够觉得 这些个真正研究DNA的 这些大科学家 他怎么说 这里面 人类基因图谱项目的 总负责人 他怎么说 圣经的神 也是人类基因图谱的神 他当在实验室里 被尊宠 正如他在教堂里 被尊宠 他的创造是奇妙的 神奇的 精巧的 美妙的 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勇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随时眼不能见 但是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你能找到 任何两片一样的树叶吗 能够长到任何两片 一样的雪花吗 没有 你去星辰 大海 看一看 不得不感叹 有一位 创造宇宙天地的神 所以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普遍启示 让人无可推诿 但是你说 神到底是什么样子 祂是什么属性 祂长什么样子 我告诉你 神若不告诉我们 我们没办法知道 感谢赞美神 神告诉我们了 在哪 在祂的特殊启示里 就是在这本圣经里 神 借着祂的话 借着圣灵 因为我们知道 圣经 都是神所漠视的 所以我们知道 有神的这个 圣经给我们 我们今天感谢赞美主 我们国语组 从上次我们上完福音班之后 我们就决定 我们追求神的话 所以每天 每天一张生命发光 谢谢这个Jane姐妹 每天给我们发一张 有声圣经 每天一张生命发光 我们开始读神的话语 先把马太福音读完了 现在正在读这个创世纪 已经读到第七章 诺亚的故事 从这个特殊启示 从这本圣经里 我们可以认识神 可以了解神的旨意 可以照着神的话 来行 我们的行事为人 要与我们蒙招的恩相称 所以敬畏神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 便是聪明 我们都知道有一位神了 神的勇能和神性 是无可推诿的 感谢赞美神 我们相信神的人 我们也要传扬神 亚伯拉罕不仅是信神 圣经上也说过 你们信神吗 鬼魔也信 但是他们却是战精 亚伯拉罕信神 表现在哪 他不仅信有一位神 他愿意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今天也是 今天大多数人都举手了 我相信有一位神 之后呢 相信有一位神之后 你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吗 你知道神的旨意吗 亚伯拉罕知道 因为神亲自跟他讲话 因着信 亚伯拉罕在蒙昭的时候 就听命 听从 信从 就去了 他出去的时候 甚至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但是他去了 神给我们的命令也很清楚 你们要去 传福音 让万民成为我的门徒 感谢赞美神 One two three let's go 我们国语组的弟兄姐妹们 积极参与 昨天我就看到 艾文姐妹 Steven姐妹 然后我知道 李牧师师母也经常去 Jane Jane也是每次都去 我们邀请大家 那个有时间的 我们都一起去 传福音 你出去了 神就与你同宫 就与你同在 好 亚伯拉罕 遵行神的旨意 他出去了 不仅是呼召的时候 出去了 下礼拜 赵母师会跟我们讲 然后 神让他献以撒 独生的 宝贝的 儿子以撒 他也愿意去做 所以 圣经里这样子说他 说 亚伯拉罕 信有神 不仅是说 心里相信 而且有行为 雅各书告诉我们 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我也鼓励大家 我们信有神吗 感谢赞美主 我们还要信从 神给你的旨意 我们要去做 为什么 亚伯拉罕 信了 又听从了 之后 他还经历了 神的信实 第十一节 因着信 甚至撒拉 虽然过了 生育的年龄 但是 还是能够怀孕 因为 他认为 那应许他的 是信实的 所以从一个 好像死了的人 第十二节讲的 这个人 是亚伯拉罕 还有 如果你看NIV的 这个英文译本的话 第十一节 他是这么说的 我翻译成这个中文了 说 凭着信心 亚伯拉罕 虽然已经 年事已高 无法生育 而且 撒拉本人 也无法怀孕 但他 这个他是 男性的他 是指的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还是能够成为父亲 因为他 他也是 阳性的 指亚伯拉罕 认为 那位 许下应许的人 是信实的 所以呢 不管是从 哪个经文的版本 这个 希伯来书 十一章 十一节 主语是撒拉也好 是亚伯拉罕也好 他们 都信神 但是 如果你读 创世纪的话 你就知道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并不全信呢 最开始 神呼召亚伯拉罕 有几次 向亚伯拉罕显现 给他祝福 一个是 创世纪的十二章 神祝福亚伯拉罕 说 你要成为大国 你的名 要成为大名 但是到十五章的时候 又继续 跟他说 要祝福他 说让他观看天上的星 说数得过来吗 你的后遗 要上天上的星这么多 所以亚伯拉罕信 耶和华 耶和华就 称他为义 可是到十六章 你们知道吗 他信神 结果 用了人的办法 把撒拉的使女 跟着他下甲 生了一个乙石玛丽 乙石玛丽 就是今天 这个 阿拉伯人的祖先 所以 到了十七章的时候 亚伯拉罕 九十九岁 撒来是 九十岁 然后呢 耶和华神 又向 这个亚伯拉罕显现 又向 亚伯拉罕显现 耶和华跟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 做完全人 他说 我要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 极其繁多 然后 神 跟亚伯拉罕说 这个时候 才给他改名字 叫亚伯拉罕 以前 他叫亚伯兰 我再多说几句 他的名字 亚伯兰是什么意思呢 是被高举的父 亚伯 是父亲 这个 兰 是被高举的父 所以 他原来的名字 是尊贵的父 高举的父 但是 到十七章说 赐他后裔 九十九岁 不能生育的时候 要赐他后裔 他说 你的名 不要再叫亚伯兰 等一下 到十七章 第五节的时候 神跟他说 从此以后 你的名字 不要再叫亚伯兰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 我以你 立你做 多国的父 亚伯拉罕的意思是 多国的父 亚伯兰 原来是尊贵的父 但是那时候 他还没有孩子 到现在 他也还没有 从萨拉生的孩子 但是神已经应许他 你要成为 多国的父 那时候 他表现出来的是什么 他就 偷偷地笑了 如果你去读 创世纪的 十七章 十七节的时候 亚伯拉罕就 伏地 伏在地上 喜笑 心里说 一个一百岁的人 还能得孩子吗 萨拉已经九十岁了 还能生养吗 其实 亚伯拉罕刚开始 并不相信 还是有点疑惑 然后神又对亚伯拉罕说 在十七章十五节 说你的妻子 也不要再叫撒来了 要叫撒拉 撒拉是什么意思 大家记住 是公主的意思 撒拉呢 也是公主的意思 但是 神说 他要成为 多国的母 我再加一个小插曲 亚伯兰 是 Abram 后来改名字 叫亚伯拉罕 加了一个H Abraham 为什么加H 撒来是Sara 如果你读英文 是S-A-R-A-I 改名字之后 叫撒拉 是Sara S-A-R-A-H 看到没有 两个名字都加了一个H 我这是看到 一种解经办法 陈老师还有那个 那个牧师 可以给我指证 我看到一种解经办法 这两个人的名字 都是神给的 对不对 神的名字叫什么 叫亚威 如果英文字母叫Y-H-W-H 它的名字里有两个H 所以神起名给亚伯拉罕 和Sara的时候 把自己名字的一个字母 这个H 加到他们的名字里 所以亚伯拉罕和Sara 都有神的属性 神的名字 神的应许在里边 他们的名字 跟神的名字 有相同的地方 这是一个小插曲 所以神赋予名字的时候 他的名字有特别的意义 所以他们经历了神的心事 Sara也是不相信 到第十八章 然后三个使者来了 对不对 说明年这个时候 Sara要生一个儿子 Sara就怎么样 他就喜笑 对不对 他就暗暗地笑 撒拉心里暗笑 十八章 创世纪十八章 十二节 说我既已衰败 我主因老迈 岂能有这喜事呢 耶和华当时就给他指出来了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Sara为什么暗笑 说我既已老迈 果真能生养吗 你看他自己心里说的 神都知道他心里怎么想 怎么说 他经历神的信誓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 创世纪十八章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到了日期 明年这时候 我必回到你们这里 Sara也必生一个儿子 真的是 因着信 他们在年纪老迈的时候 从一个已经好像死了的人 竟生出许许多多的子孙来 这段历史 在罗马书也讲过 保罗在四章 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复活 始无便有的神 就得以做多国的父 正如先前所说 你的后遗必要如此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 如同已死 Sara的声誉已经断绝 但是他的信心 还是不软弱 并且仰望神的兴许 总没有因不信 而起疑惑 反倒因信心 得以兼顾 将荣耀归给神 所以神就成就了 这样的应许 他们经历了神的信实 因为神是 言出必行的神 因为他说有就有 他命力就力 十篇有很多这样子的话 十篇一百一十九节 八十一百一十九章 八十九节那里也说 耶和华呀 你的话立定在天 直到永远 马可福音十三章 那里也说过 耶稣也说过 天地都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感谢赞美神 耶和华给亚伯拉罕 和沙莱的应许能够实现 给你我的应许 也会实现 我给大家讲一个 我的小见证吧 今天下午 我们基督公认神学院 有感恩聚餐 你们猜都猜不到 谁想跟我一起去 基督神学院 来参加这聚餐 告诉你们 是我婆婆 我婆婆星期二 给我打电话 说我看到你们这个神学院 有这个活动 很好啊 你去吗 哎呀 我说我们那个小组 完了之后 时间来得及 我就去 她说我也想去 她说我也想读神学呢 如果你们知道 我自己这个个人故事的 你们肯定知道 最开始 我的婆婆是阻拦我 信主 阻拦我去 基督公认神学院读书的 但是今天 其实才五年过去哦 我2019年去基神 读的这个神学 今天才2024年 才五年 她居然 也想读神学了 感谢赞美神 那是我在之前 想都不敢想的 她今年9月8号 受洗了 今天才十月 对不对 然后不到一个月光景 老人家想去读神学了 这不是人在做工 这是神在做工 因为我相信神的话 神应许我们 忍耐到底的 必定得救 神应许的话 从来都不会落空 神说一人得救 全家蒙福 我先信了主了 带着我的小儿子 然后给我国内的爸爸 妈妈和我弟弟 同时一天受洗 我的大儿子 带着绝制信主 已经绝制了 现在每天跟我读圣经 诗篇 读到五十篇 我现在带着他 读马太福音 我的婆婆 今年二月份 跟教会讲 她要受洗 九月八号就成就了 所以 感谢赞美神 神的应许 从来都不会落空 神的应许 在我家成就了 在你的家 也会成就 你还有亲人 没有信主吗 你还有年迈的爸爸妈妈 还在那里 犹豫吗 你还有配偶 孩子 同学 老师 没有信主吗 不要灰心 不要疑惑 神应许的话 一句都不会落空 在亚伯拉罕 一百岁的时候 在撒来 已经生育 已经绝经的情况下 月经都停了 不可能在生育的情况下 神说 明年这个时候 你们要生一个儿子 就是以撒 所以今天 以色列人的后遗 成千上万 如天上的星那么多 是神的应许 实现在他们身上 因为神是 言出必行的神 神是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的神 感谢赞美主 亚伯拉罕和撒来 没有停在那个位置 因为他们还有 更美的盼望 我相信今天 到美国来的 弟兄姐妹们 不管你信主 还是没信主 你一定不是 以美国为重点的 我们知道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向往美国 到这儿来了一看 发现 也不是那么回事 对吧 也有很多 不尽人意的地方 特别是在我们 生活的湾区 不管是欧克兰 不管是三后岁 还是这个旧金山的 这个 这个唐人街 好像也挺脏乱差的 好像很多的 homeless 好像你把车停在那 一会儿的功夫 你的玻璃窗就被砸了 对不对 有这样的经历吧 所以我们地上的 这个家乡 不是我们的 长久之地 对亚伯拉罕和 萨莱也一样 其实神非常赐福他们 他被成为 在那个地 是个大富户 如果大家还记得 创世纪十四章 他的这侄儿 被这个四王和五王 征战的时候 被掳去了 对不对 亚伯拉罕蒙神的祝福 他家里就有三百一十八个 精壮的这个壮丁 能够把这个四王给打败 在座的 大家都生活在湾区吧 都是中产阶级 都挺富裕 对不对 谁家有三百一十八个壮丁啊 好像没有 好像 埃兰马斯克他们家 也没有三百一十八个壮丁 对不对 好 亚伯拉罕是蒙福的 以撒也是蒙福的呀 如果你去读 《创世纪》二十六章 以撒住在那个 那个基拉尔地的时候 他得神的祝福 那一年的收成 是百倍 厉害吧 别人家收一百单 他们这百倍 一万单了 所以他们蒙神的祝福 但是他们仍然 不以地上的这个 为最终的家乡 希伯来书 十一章十三节 这里怎么说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英文翻译说 他们死的时候 仍然有信心 因为他们还没有 得着应许的 神应许亚伯拉罕什么 成为大国 可是到雅各下埃及的时候 他们家也才七十口人 对不对 雅各挺能生的 十二个儿子 是成为后来 以色列的十二族 但是也没有像天上的星那么多 海边的沙那么多 对不对 所以他们死的时候 并没有得着应许的 只不过是从远处看见了 就表示欢迎 又承认他们在世上 是异乡人 是客旅 这个从远处看见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在英文叫 distance 但是这个距离不是空间距离 是一个时间的距离 他死的时候没有看见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在哪个时代 是距今四千多年 对不对 甚至是说四千二百多年 是在我们中国的什么时候 是这个姚舜宇的时代 中国的朝代还没有呢 下朝最最早 对不对 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 但是他看见了 他是用什么看见的 是透过信心的眼睛看见了 他看见什么 他看见神的降临 是神道成肉身 他看见了 他知道我在这个世上是客居 是寄居的 是客旅 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 不管是你经济上富裕一点的 还是说没那么富裕的 但是我们在湾区 我们真的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这个地方已经是世界上最最好的地方了 你觉得好像衣食还发愁吗 那么多我们教会都有很多foodbank 对不对 发这些食物 我在那个疫情的时候 也去领过一些食物 因为到超市好像不太方便 drive through的时候 也去领过 最后领到都吃不完呢 在美国你真的不用担心 支付不起你的这个饭费 当然我们想吃得更好一点 现在你去餐厅是挺贵的了 以前十块钱一碗面 现在至少十八十九块了 对吧 好 我们在这个地上 都是寄居的 都是暂时的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他们向往什么 他们向往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 那个更美的家乡在哪儿 是在天上的 而且神不以他们 称他为神而羞耻 因为神自己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说 我是你们祖宗的神 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神一直才强调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神不以被他们称为是他们的神而羞耻 而且多次强调 他们是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的神 不仅神自己宣称 耶稣也这样称呼 这个神的名 在马可福音 马太福音都有 说论到那死人复活的事 你们没念过摩西书上 所记载的吗 神说什么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 当然在这个 使徒行传也提到过 多次提到过 神是先祖信心之父的神 好 他们盼望更美的家乡 从远处看见 亚伯拉罕 看见第一次 耶稣基督的降生 那是在两千多年之后 耶稣亲自跟门徒讲 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说 你们祖宗亚伯拉罕 欢欢喜喜 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见了 就欢喜 这里边说 还没有亚伯拉罕 就有了我 耶稣告诉 那些个法利塞人 那些个犹太人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 就有了我 也可以翻译成 还没有亚伯拉罕 我是 我是是神的名字 这个亚伯拉罕 仰望 耶稣基督的降生 他已经降生了 在两千多年之后 亚伯拉罕死后 两千多年 耶稣基督降生了 而且他还用信心的眼睛 看见 耶稣基督 还要第二次来 我们 都是在耶稣基督 第一次降生之后 信神的人 对不对 我们不用仰望 我们已经经历了 但是我们用信心的眼睛 可以看到 耶稣基督 第二次的降临 当那个时候 他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那个 有根基的城里 与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同在那里 一起敬拜神 在启示录 21章 最后了 说看 神的账目 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 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 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神给我们 看见了 我们今天 在这个世上 不管你是在湾区 对吧 甚至说 还有你毕业之后 要回中国的 不管在世界的 哪个角落 我们都是寄居的 都是客旅 最终 我们盼望的 是那有根基的城 是在天上的 谁能去呢 那得胜的 必承受这地为业 我要做他的神 他要做我的儿子 谁能去 信耶稣基督的人 口里承认 耶稣基督是主 心里相信 神叫他 从死里复活 那些个人 才能做 神的儿子 才能得到 那神 那个城 所以 今天在座 你还没有 相信 耶稣基督的 我 真的是呼召你 相信神 接受 耶稣基督 做救主 不仅是说 耶稣再来的时候 你可以蒙福 就像以撒一样 你在这地的时候 就可以有百倍地收成 因为神的赐福 从来都没有落空的 感谢赞美神 我们信 有神吗 相信 信了之后 还要听从 神的旨意在哪 在圣经里 你如果信了 如果听从了 就能经历神的信实 因为神的话 从来没有落空的 他言除必行 而且 我们不满足于 我们今天在地上 得到的福分 虽然我们的福分 已经比不信的人 多得多了 而且我们还盼望 那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感谢赞美主 我们今天 信息就到这里 一起低头 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你的信息 实在是美好 你给我们信心的榜样 我们的先祖 亚伯拉罕和萨莱 他们是信你 虽然他们 刚开始的时候 也有疑惑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我们知道有一位神 但是我们 遇到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 我们还会疑惑 主啊 就求你 把那信心加添给我们 让我们一点都不疑惑 我们知道 我们的神 是可信的 祂言出必行 祂说有就有 命利就利 感谢赞美主 主啊 你已经大大的赐福我们 但是你还要叫我们 继续来遵行你的命令 出去传福音 把这美好的好消息 传给那些 还在黑暗中的人 主啊 我们愿意 听从你的命令 我们出去 因为我们的盼望 不在这个地上 我们的盼望 在那更美好的家乡 就是主耶稣 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领我们去的那新城 就是新耶路撒冷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求你的圣灵 继续引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 真的是跟随 信心创始成中的 主耶稣 继续奔走 我们的天路 感谢赞美主 我们如此感恩祷告 乃是奉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赞美主